今天晚安台湾 我是黄品宁 先开始现代一关新豆最新消息 台北市有一名周姓女子 今天下午在台大医院捷运站出口 发送传单 不过传单上面却宣称BNT疫苗有毒 警方在接获检取之后抵达现场 而周姓女子公称 是因为好朋友的妈妈接种疫苗之后 出现了全身的疤炎 才会想要好意的提醒大家 对此指挥中心则回应 目前已经请警方进入调查 至于是否有违法的疑虑 将会寒送全责单位履刑 几名女子聚集在捷运出口 其中一人拿着大声工不断广播 警方将她们团团围住 一有动作就神经紧绷 想离开现场还得再等等 原来女子一伙人被人简指 发送的传单内容 让民众有些心惊惊 23号下午4点40分 北市这名周姓女子带着好友 在台大医院捷运站出口发传单 不过传单上写着BNT疫苗有毒 就连AZ和莫德纳疫苗也不太好 警方货包到场后 周姓女子却辩称 说会这么做是因为朋友的妈妈 打了疫苗后全身发炎 只是希望大家注意 警方现场确认身份后 也将他们含送全责单位 还是监行警方先调查 那看他们到底出发点是什么 那也没有违反的部分 这可能还要请地方政府来做一个研判 指挥中心回应交给警方调查 而过去就传出新冠疫苗疑似 成分中含有石墨烯 会导致血栓 更让人体产生雌性 卫福部还特地公告澄清 包含辉瑞BNT 以及莫德纳等疫苗 成分中都没有石墨烯 这回却有人直接发送传单 宣称疫苗有毒 是否处罚还得再厘清 解台北综合报道